今天主要是介绍一下尼康工具胶显微镜A1系统 大家之前有用过工具胶显微镜吗? 零光显微镜有用吗? 也没有 那刚好今天这个主要是入门介绍 现在这边右边显示的是尼康最新出的工具胶 我是AX 今天主要是分为原理和应用 原理主要是零光显微镜的领域 原理以及激光显微镜的原理 因为它两个原理其实差不太多 只是光源跟拍照方式管理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整套系统设计到的光路 然后介绍一下 最后就介绍一下应用 首先我们是原理 我们可以先通过小视频看一下 荧光显微镜和工具胶显微镜 怎么成像的 这个呢是荧光显微镜 可以看到它蓝色和绿色是两个绿光块 可以看到光红 可以看到光红 对光块出来 蓝色光出来就是单色光的 同时呢 蓝色的光绕到样子上的时候 出来的是 可以看一下出来的它就是绿光 而且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相机端成像 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宽敞流光显微镜的成像模式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工具胶的成像模式 所以看到它在光源处和成像端加了两个小谷 其实现在的工具胶显微镜了 现在光源端已经没有这个小谷 因为我们现在光源的激光度 激光度的话它的单色性已经很好了 你需要再突破小谷去拨离光 可以看到它是 它是只有一点一点的图像 它并没有像刚才那样相机一样 整个的把整个图像 呈现到下面 它这个呢其实跟我们正常操作中有点差别 可以看到它现在是如果有样品 才把一个视野的 把一个视野的图像扫描出来 其实我们正常的应该是 光光在样品上 快速扫描 而且可以看到它这个样品台呢 可以上下移动 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3D 到时候可以最后可以做个3D 除够 这个呢就是 这个呢就是 普通的宽敞油光线 为定我们终于要想明的图像 接着我们进一步看一下它的原理 首先什么是油光 油光呢首先是一个电子能集略迁 然后再回到机态的过程中 然后释放了一个油光信号 但是呢它能量在吸收到释放的时候呢 它会有一个偏差 因此呢它激发光和发射光之间呢 是有一点能量损失的 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的 左边就是我们的激发光 右边就是我们的发射光 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去 比如说我们要去激发diving 那我们要知道diving它的激发光 它盘盖的范围 然后呢我们要在最中间的这个信号 这个信号最强的方向 然后在它的左右去选择我们的激发 激发波长 然后右边呢 发射光谷呢 发射光谷的意义是 就是我们要去接收 比如说我们选择合适的激发光谷去接收光谷 然后这个激发光谷呢 它的范围呢 也要在最中间的 最中间两边这样选择 那你接触的灵光信号呢 就是最强的 还有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光 灵光的性质 它第一个呢就是你有光源 第二个呢就是它是 灵光波长大于激发波长 这个我刚才说了 它是中间的能量损失 还有呢 荧光强度 它就是激发光的强度 被检测的浓度 以及荧光效果 是不是会影响 还有呢就是这边呢是两个网站 就是大家如果像是文献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 看到有上面有 有不认识的荧光染料 然后可以通过这个广站去查一下它的激发光谷和发射光谷 这两个都可以查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右边就直接显示出了它的激发和发射光谷的效果 这个是我们的倒置写微镜的一个 试验图 可以看到我们首先呢就是这些是 拱灯 我们现在用的光源呢 至少我们现在目前有的这一套 A1的话呢是长寿命拱灯 但是现在的话 如果你现在买最新的话 其实大多数的输入是LED了 就是即开即用 长寿命拱灯呢它有一个不好的影响 就是你开了之后呢它的滚蒸气 要到大一定的气压 然后要稳定5到10分钟 然后结束之后呢它这个气压呢 会立马降 要等个10分钟 所以我们就说的这个 这个光源呢是不能 呃 要等20分钟 要开了之后等20分钟 呃 开了之后呢 要关的时候呢也要等 所以说就是 早上开晚上关 不要长时间 不要高频率的去开关它 然后呢 可以看到长寿命拱灯 拱灯的光源 然后呢 这边呢就是一个我们的绿光块 我们的FITC 然后切换的这个 切换的这个 这个光块就是这一块 这边呢是一个二向色镜 中间是它的这个绿色的这条线 二向色镜 可以看到光源 然后经过这边的这个 这个 光块 然后到达这边 然后 这个绿 这个二向色镜呢 有一个长空缓板的一个作用 它反射短波长的 短波长 然后到达样品 然后激发的心晃呢 然后回到这边 然后到达小极端 这个就是我们普通的 看场游光显明镜的一个 光复球 我们主要注意的就是光复元 这个呢也是一个政治的 这跟我们刚才看的视频一样 一个複色光过来 然后是蓝色的光下来 然后激发的是绿色的信号 这个是一样的 然后呢 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灰光块 螢光转滑里面放的东西 我们切换光度的时候 发现它会出现不同的蓝色光 红色光 绿色光 都是经过它来切换的 然后呢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 这边呢 这边也是一个蓝色光 然后这边呢 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二相色镜 长度转滑的二相色镜 然后我们荧光显明镜呢 超二十相呢 刚才其实已经 抢要过 现在走 等一下 一个是複灯光源 还有呢 就是 呃 我们用的时候呢 可以注意到它其实每个都有一个 光闸 有一个开关的 就是你 看的时候呢 你就打开 你不看的时候呢 你就把它关掉 因为 其实它的光 呃 没有激光那么强 但是 它也 你长时间的照片样子 也会造成一样的快速表白 还有就是 狗灯 狗灯光源 这个呢 在我猜前方有一个照光板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遇到过 就是那个 可以 就是看激光的时候 要 看光的时候 要用这个来挡着 要不然那个 有的时候用鞋用的时候 镜子外的时候 会 损伤 眼睛 其他的通道 会好一些 但是 405的时候 会比较强 然后 第二个呢 就是你标准做好了 如果要 嗯 快点去拍 不要放很久 然后再去拍 这个就是我们 即使用这个 准备的 就是 一种 一种 它的 它的 光路 以及它的 注意事项 后面的话 会再会 在 工具胶系统里面 再一次提提这个光路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两幅图,一个是普通的荧光显微镜牌的,一个是工具胶牌的 正确的来说,工具胶跟官场荧光的分辨率其实没有差别 因为分辨率的公式是0.651Lambda以上Nv Lambda是发射光的波长,然后Nv是物镜的数值孔径 你不就选择之后,激光选择出你的,所以说你的分辨率是没有差别的 那为什么大家看着幻场荧光的图像,好像并没有工具胶的清晰 就是因为幻场荧光的话,它有很多的背景光 而工具胶的话,用小孔把上下的背景光都给挡住了 只有胶面的光可以透过小孔 所以我们看着工具胶,它的图像好像比幻场的清晰 其实它们两个的分辨率是没有太大的差别 首先工具胶的话,我们首先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光源 激光,刚才也看了一下视频 我们激光出来的,鱼颗488出来的就是绿光 没有虚色光,然后经过绿光块,然后变成一个单色光 它出来就是单色光 照大方向系统,我们作为点光源 亮度大,强度高 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先讲一个宽敞颜光 是因为在我们整个的工具胶系统里面 我们是先用宽敞颜光去找到样品,找到目标 然后再会切换到工具胶系统里面 去拍工具胶的图像 为什么?因为工具胶它的光 它的光呢,它的光呢,它的光呢 要比长寿命统的光源要强很多 如果你在工具胶下面找一样品 如果你在工具胶下面找一样品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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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当你找到的时候呢 你的样品就已经漂白了 所以说我们是在宽敞颜光下找到 然后迅速地再切到工具胶系统下面 再去拍工具胶的图像 还有一个呢,就是偏振性统 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看的工具胶的工作园里 可以看一下 它的光呢,提光呢,打到样品上 然后呢,然后呢,七号要达探测器TMT 工具胶朝向呢,不是用相机朝向 是用PMT 然后可以看到它这边就有一个小部分 而且可以看到这个小孔的这个位置呢 跟样品的,对焦面的这个位置呢 是共饿的 因为光路是可逆的 这两个光路呢,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它两个面是共饿的 所以它在这边是焦点的时候呢 刚好这边就是做个小孔了 你如果在非焦球面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它的大盘光呢,就被小孔挡 就被挡板给挡回去了 这边呢,也可以看到 这边呢,也是一样的 不管你是在焦面上还是在焦面下 只要你会在正常的焦面上 它的光呢,都会被挡过去 这个呢,就是我们刚 这个呢,就是我刚才说的 刚才视频的时候 它是移动样品 光路不动移动样品 然后去扫整个样品 然后呢,其实我们正常的超顿呢 是这边有一个镇径 它可以让公路 无数次的网板运动这样 它还会在Y轴上 让XY1集中 所以造成 所以我们是说 我们整个的像素 是1024乘单 多数的是1024乘1024 但是也有其他的 这我们是用无数个像素 做出来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采集方式 就是有点什么线 有线长变的这样 这边就是两个围罩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主要的差别呢 就是在这里 在这一方 可以看到我们宽敞的话 它把整个的 它把整个的信号都踩不到了 然后我们公交的话呢 它只是穿过小股的信号 会被踩不到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才说 那两个照片 看起来 差别挺大的 主要的因为就是它 公交的把它去除了 背影信号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们两个的相似之处 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首先呢都是油光 然后呢 这边是工作 如果这边 正边有些笔度 围的艺术是一样的 这个都是一样的 然后各种点呢 一个呢就是 主要是一个就是光源 然后采集方式 然后采集方式 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两个 然后呢 这个呢就是我们整个的套 但是可能因为 每一套都有一点点差别 但是差别不特别大 大概我们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倒置行为镜 然后呢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扫描头 然后呢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控制器 这边呢是探测器 整个的探测器 都在这个里面 然后下面呢是 呃 这个应该是光阻填器 我们这边没有配 所以没有这个东西 然后下面呢是一个控制器 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整个的激光光路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套系统 然后它呃 这种光路图的话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可以看到这边 这是省油井 然后呢 它主要是集三个光路 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 主动呢 宽敞游光 可以看一下 这是宽敞游光的光源 然后光呢 从这边过来 然后这边是光块 然后到达样式 然后采集方的信号呢 我们因为我们是宽敞游光 这个光是属于眼睛观察 如果你在这边侧端接一个相机的话 那就是普通那里 就成了 宽敞游光的成像 所以我们这边呢 其实光路呢 直接到达的是眼睛 所以我们是眼睛观察 还有一个呢就是明场 我们明场的光源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这个 而且这个光源呢 其实是指示我们眼睛观察到的 明场光源 它这边呢 光呢直接打过来 然后到达样式 穿过样式 到达眼睛 这个是我们眼睛观察到的 明场的图像 然后这边呢 就是我们的工具 工具胶的光路了 然后这边呢 是工具胶 然后通过这边 那边是扫着头 然后到达样式 然后它的信号呢 然后到达这里 这边呢 就是探测器 探测器呢 规矩了信号 然后再到 然后到电脑端 然后这边有问题 就是我们的工具胶的明场光源 是我们的电脑上看到的明场图像的 其实它的光源呢 是激光光源 并不是这个 这个光源 这个光源它只是用于眼睛观察的明场 我们工具胶的明场呢 是从此 即 不过认识 只是斯拉巴光路 其用的明场光源 下面我们进入看这几个光路 首先我们看一下主要的操作固件 刚才我说了 这边呢 是明场的 眼睛观察明场的一个光源 就在这个后面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TG探测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这个黑色的 这个连着线的这个 这个是我们 这个是我们明场的探测器 它这边没有标出来 应该就是装在这个位置的 我们明场的探测器 然后这边呢 就是固定转发 然后是灵光转转 刚才我们解释 就是说了 这边的灵光转转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DIC 这边有一个DIC的起天器 然后在光转转门里面 有一个DIC模块 有一个AEN2 它们也给我用过的 我们就可能有点了解到AEN2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雾径 每个雾径下面 会插有一个能径 DIC能径 还有一个呢 就是减偏器 减偏器 减偏器的在螢光转滑里面 这四步呢 就做成了我们 就做成了我们的DIC 导致的一个四个部件 这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些部件 这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些部件 就是雾径的灵光光路了 刚才说的 我们AY系统里面的雾径 可以看到光呢 从这边过来 然后到达样品 然后他的信号呢 从这边 然后到眼睛 我们眼睛看到的 是我们眼睛看到的雾径 这边呢 是激光光局飙客银杀 银杀 这边呢 这个的银杀 就是我们这个 是电脑灯 我们看到的银杀 可以看到它的光呢 过来 然后呢 到达样品 如果是银杀的信号呢 直接就上来了 直接是透设的银杀 直接到达这边 这边就是我们的银杀 驻客银杀 它直接到达了这边 然后再接到电脑头的成像 然后我们 然后我们 以光信号呢 然后到这边 然后到扫描头 然后再到探测器,然后再到电脑团承承承 这三个就可以同时承承 六个就是公平标的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屋镜 屋镜到屋镜上面的这些参数 这个呢就是数值骨镜,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 写屏镜的分辨率是0.61LV上NA 这个NA呢就是我们刚才的这个数值骨镜 所以说我们数值骨镜上面的数值骨镜越大 这个写屏镜会越高 其他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1.42数值骨镜后面的这个 如果是空气镜的话呢,它这边是没有那种数值的 如果是水镜的,因为有水镜 水镜的话呢是W,油镜的话呢就是O6 你要知道它是油镜 如果你用油镜不低油去看当空气镜是的话 它也可能聚焦对面也看不清楚 这个之前也有人弄错过 还有一个就是概括片的厚度 我们这边好像都是slide用的是 零演艺器房子的概括片 但如果你自己有空间用小米的话呢 就是那种概括那种小米 那种小米它要用工具焦专用的 否则的话也是聚焦不清楚的 所以说它这边是对这个概括片的厚度是有要求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拍摄流程 刚才就说了我们就是我们有好几条风路 尤其有宽敞的有工具焦的 所以我们首先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在眼睛下 首先是切换到宽敞流光纹下 然后找到样品 找到了之后呢 然后你要切换到工具焦系统 然后再去采集 然后采集完之后 如果想观察又得切换 所以我们有两个装备出去 主要是要去切换它 我们的一个就是参数 因为下一个就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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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仔细地去讲一下拍照的时候 拍照的时候参数的事 就先提醒一下 有想亮度的参数 然后呢一个曝光时间 这种跟我们的相机拍照 是一样的 是曝光时间 然后呢还有一个中大帧 还有一个中大帧 增大变质 增大激光功率 那么激光功率 大家能理解就是增加光强 你光强了 那你的信号频率就增加了 还有呢就是曝光时间 我们曝光时间 我们在相机的呢 曝光时间直接多让毫秒加就可以了 但是在这边呢 我们的曝光时间呢 不是因为我们是EXO长相的 不是整个面长相的 我们是在这边 它可以看到它有一个scan speed 它有两种 一个是scan speed 一个是develop time develop time 就是每一个像素点上停留的时间 因为我们每一张图呢 是由2024、2024 或者是冰冰冀 设计512成512像素组成的 所以它这边的曝光时间呢 是develop time 是每一个像素点上停留的时间 或者是你一扫描速度 你两秒扫描 两秒扫描 或者四秒扫描 这样也是增加了曝光时间 还有呢就是增大帧 为什么要增大帧 就是你信号很弱了 就是你激光功率 也就是增加到 你再往上增 可能你的样子性间调白 你就会听不讲的 就这样增加激光功率了 因为曝光时间呢 你时间是增长的 但是你的速度会很慢 想象 你本来应该是四秒一帧的 然后现在八秒十六秒一帧 这样时间会很长 然后增大帧口呢 从我们到外界看到 你的帧口特别小 它把大部分的信号 不管它是有用的 还是没有用 都给遮挡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针口放大一点 把一些 可能会放进来一些干扰信号 但是也有可能会放进来一些 我们想要观察的信号 但其实信号太多了 因为我们太小 我们把所有的信号都给挡住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增大针口 就是有一个能量的远点度 看测器的远点度 它是可以增加 但是增加 增大的意义呢 就是让看测器可以识别到更多的信号 但是有一个差别 就是说 你能识别到更多的信号 但是也有可能把噪点当成信号 去呈现到你的样品 到你的图像上 所以呢 你会把你的图像的噪点呢 就可能会增加 所以说每个参数呢 增加的都是一把转件 所以说你得去平衡这几个参数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原理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应用 我们这一套终枝胶 到底能做什么 首先呢 我们这边用的最多的应该就是 多通道插照 所以看到它可以重拾 标记不同的部位 然后多个通道一起重向 这个就是干瓦 这个是一个 呃 陆皮细胞的 可以看到它可以 不同的标记你的蛋白 DNA和线粒体 我们这边用的最多的 我 也为了好几个种 我们用的最多的可能 也是这种拍摄方式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可以拍长时间序列 因为我们这边是做植物的嘛 所以它其实 呃 做这个 要占用 因为你并没有对食 像我做过 这种 国西包它们可能会放大呀 什么 有要求 还有国西包装置 我们这边呢 如果拍的吧 可以直接观察 它这个当中 我们拍到 三十几个小时的平面 包括银场在那里 还有呢 就是我们的三地 三地 三地 这是多动道的 然后三地 纯扫 然后就做了一个 纯扣 我们这边也可以走 这个呢 就是一个 在往深点的 这个就是 高分辨的长相 就是它的 它可以通过 加给 加给它 可以进一步 期望它的 目前没有配到 这个 所以大家可以看下 知道 大概能做到 多少